自動地面 接著來了 我們一齊看看3月20日,在將軍澳泰國館舉行的Handball Sea Grey四拳展 這場球是由哪沙對張振興 今年Sea Grey Handball隊表現出色,取得節節的勝利 開球無奈,後場6號的余舍恩組織攻勢 阿鮮在前場拿到球後輕鬆將球送入網 再來看看這球,我們的球員在前場進行多分傳送後 最後交由隊長良樂,親自操刀,連過兩個後衛後射入 一隊好的隊伍,除了進攻之外,防守也非常重要 對方是九攻尺線組織攻勢 但射門最後都逃不過我們1號門上抗進圍的十指關 去到上半場完結的時候,打賽已經領先張振興6分 來到了下半場,張振興的攻勢雖然明顯地加強 但對於那莎可以說一點威脅都沒有 就好像這球球一樣 張振興在進攻失利後,反而讓我們的球員反攻轉頭 雖然隊長梁樂妍的這球遠視是中暑 但在七攻尺線的隊友就成功幫他撿死雞 最後娜沙爾21比8大勝張振興會在決賽對著清場 現在這裏是拉莎村院在Amy之前做的Assembly 各位建議都在準備世絲 一定要獲得今次的Overall Champion 很多同行和老師都特意來到這裡支持和撐場 拉莎書院學生會主席選擇旗盡 特朗普來到這裡為我們的風雲仔練習打氣 林特朗普做了一個超油霸氣的Bannon 突然真誇張 我們學校的田徑隊 在Amit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以449.5分力挫難拔 成功重奪失落7年的Overall Champion C Grey羽毛球隊 就以4勝1負的成績 以次名晉身4強 B Grey籃球隊以次名晉身4強之後 在Semi Final不敵英華 在桂冠戰就以56比27 贏了福建中學屈居桂冠 而C Grey就以次名晉身4強之後 以37比30贏了英華 在決賽擊敗DBS 取得冠軍 在手球方面 C Grey手球隊在Division 2的比賽 先以手名晉級 再分別擊敗Kings College 和張震慶並險勝稱從中學2分 取得冠軍 亦令到手球隊由Division 2 升上Division 1 而我們的B Grey足球隊 以次名晉身4強之後 分別輸給DBS和英華 只能夠得到第4 C Grey足球隊只得到三勝兩負的成績 已經肯定出局 在冰冰球項目方面 B Grey和C Grey的冰冰球隊 分別得到第1和第4 而網球隊就是Overall排第2 去到排球項目 B Grey排球隊以次名晉身之後 分別輸給DBS和佩正得到第4 而C Grey就是以次名晉身4強 在Semi Final中以2比1贏了英華 將會與DBS爭冠軍 在4月舉行的學界賽 簡直是小之幼少 首先在4月10日星期日 我們的C Grey羽毛球隊 會在南田南體育館進行決賽 首先會在10.9的準決賽裏面 對著DBS 接著就會在下午12點的決賽 或者桂冬戰裏面 對著英華或者福建中學 我們的A Grey和B Grey羽毛球隊 就分別獲得第3和第4 C Grey羽毛球隊的成績又會是怎樣呢 去到4月13日星期三 就是學界保齡球錦標賽的個人賽 這場比賽會在下午12點半至7點舉行 去到4月21日星期四的下午3點半至7點 就會舉行保齡球錦標賽的團體賽 這兩場比賽都是在美孚保齡球之地舉行的 在未必負面的球目上 在未必負面的每週一天 就是明星期三 走四的天有 最好的角色 在去中心中 就算了 中心中 會有同的 寫著我 好,首先 來一次 好 而喇叭也在最近 我們來喇叭 我們學校也積極發展Rubby的項目